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水果是一种特别健康的食物,并且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多吃的食物。 水果当中含有多种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等等,还有很多营养物质。 经常是水果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促进排便等等。 相信大家也听说过,凡事都有两面性的道理。 比如说,蔬菜是健康的,但是有些蔬菜和决菜就不能一起吃,容易致癌的。 水果也有相同的道理,常吃水果虽然健康又有好处,但是几种水果细胞可能会喜欢, 建议大家要少吃一些或者是一口别吃。 今天想要给大家说一说哪些水果好,哪些水果不好呢? 我们日常生活中,该怎么吃水果才能更加大健康? 美国《临床肿瘤学》杂志刊登一项大规模新型研究发现, 经常食用葡萄柚、橙汁之类的柑橘、熟水果及果汁, 可能会增加罹患黑素瘤一种致命皮肤癌危险。 这项涉及十万多名美国男女参设者的新研究, 由美国布朗大学的研究博士同时完成的。 数据对比发现分析, 与每周吃柑橘类水果不到两次的人群相比, 柑橘类水果,吃葡萄柚和喝橙汁, 和其他的柑橘类水果, 受容量特别的大, 黑素瘤危险就越高。 水果致癌, 这并不是胃炎耸听, 一般来说, 导致水果有毒性, 长期食用, 致人健康损害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水果和身体产生的反应增加致癌率。 二是水果添加附带的化学物质。 三是水果本身致癌。 以下几种癌细胞比较喜欢的水果, 希望大家要少吃或者是不吃。 生长激素的西瓜, 因为喷洒农药和吸收不均匀, 就会出现歪瓜裂倒的说法, 像是两头不称, 中间凹蟹,头尾庞塌等等。 这样的西瓜就别吃了。 局部腐烂的苹果, 现在有不少人吃过这种水果, 有时候苹果可能坏一点点, 如果整个苹果扔了有点可惜, 有些人可能把坏掉的部分削掉, 吃好的地方。 其实这样做是不可以的, 坏掉的苹果会自生细菌的, 产生一种名叫 斩清美素的真菌毒素, 有动物质害性, 可能苹果只是坏了一点点, 但是我们都知道细菌是有活力的, 终于跑到正常的部分, 把正常的部分感染了。 我们吃到这种坏掉的水果, 就会有头晕, 恶心的症状发现, 还会引起腹泻等症状。 为了我们的健康, 苹果坏了一点也不要吃了。 催熟的芒果 很多人特别的喜欢把芒果竖着切, 然后再切成一块一块的样子, 既好看又好吃, 受到了大家的特别的喜欢, 但有些不法的商家, 会用熟食会把芒果给催熟吃, 这种被催熟的芒果, 会刺激我们的肠胃, 对于我们的人体上还特别的大。 我们买芒果的时候需要先闻一下, 如果闻到比较刺鼻的味道, 和你可能是催熟的芒果, 就不要买啦。 另外芒果属于一种湿芒果, 既好吃我们要少吃, 容易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 染色的橙子, 橙子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 口感特别的甜,爽口, 文生素也比较多, 但是染色的橙子我们应该少吃, 我们都知道大家吃成的的时候, 喜欢选择比较亮的橙子, 有的不法商家为了提高销量, 就有一个橙子染色, 我们买橙子的时候需要用纸擦拭一下, 如果有褪色我们最好不要吃也不要买啦, 很运可能染了色的橙子, 染色我们都知道是不可以吃的, 所以发现染色的橙子一定不要食用。 槟榔, 槟榔是南方人比较喜欢吃的东西, 尤其是湖南周路人很多喜欢吃槟榔, 为什么喜欢吃, 因为它能够提高改善口臭, 每日都喜欢嚼着吃,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的, 槟榔制作的可能会致癌的, 槟榔会损害牙齿的健康, 导致牙齿体现脱落, 并且槟榔中含有的槟榔素和槟榔碱, 有潜伏致癌的可能性, 包括槟榔和花朗等多种活性的成分, 都会在我们的人体中带现有毒的物质, 伤害细胞的健康, 槟榔素添加石灰则会变成了致癌物质, 烟草和槟榔一起嚼, 是现代人类致癌的一大原因, 会导致口腔疾, 咽后癌, 如果孕妇嚼槟榔还会导致流产的,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吃水果应该多吃那种新鲜的水果, 水果发霉之后, 即便是坏了一点点, 也一定不要吃了, 直接丢掉, 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们平时买水果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挑选, 如果发现水果轻微的美变气味, 或者是刺鼻的味道, 我们一定不要买了, 以上这些水果, 用过生长激素的西瓜, 美变的橘子, 槟榔, 染上的橙子, 催熟的芒果, 我们平常日常都会遇到的, 但是吃着非常的不健康的, 所以一定要学会辨别, 这几种水果我们最好要少吃或者是不吃的, 但是朋友们不要恐慌, 绝大部分的水果还是对身体有很多的益处的, 哪些水果是妨碍的呢? 我手推里子, 里子富含维生素, 膳食纤维和钙, 磷、铁、 碘等微量元素, 里子不仅美味, 便是预防便秘, 排出体内毒素的好东西, 能够促进人体致癌物质的排出, 里子的热量和脂肪都比较低, 适合多种人群食用, 糖尿病患者体弱多病, 老年人都可以食用的。 迷糊桃, 迷糊桃水果里的王后, 迷糊桃富含胡萝卜素, 分类化合物和抗氧化剂, 包括维生素C, 维生素E和丰富的抗氧化物, 有助于抑制胆固醇物质的演化。 木瓜里含有维生素C, 却远远多于橙子橘子含量。 木瓜有助于消化人们体内难以吸入的肉类, 防止胃溃疡。 石榴当前列价温度升高, 会增加前列腺癌的几率, 所以现在要请出抗癌之王石榴出肠。 石榴富含多酚、花青素、乳花青、 叶黄酮等营养物质, 具有强抗氧化和消氧的作用, 可以导致人体的健康细胞, 不会受到最有机的迫害。 对于石榴来说, 石榴是更容易被吸收。 苹果有益于大脑。 加拿大科学研究发现, 苹果中含有的抗氧化剂虎皮素, 能改善神经系统的整体健康状况。 美国大学的研究发现了, 苹果有助于保护神经细胞, 免受氧化阴剂反应, 降低的人们患上认知障碍的风险。 再给大家推荐一道妨碍菜, 青椒土豆丝, 既便宜又好吃, 也可以到防含价值比较高的素材。 青椒中的辣椒素是一种抗氧化物质, 它可组织有关细胞的新险代谢, 从一定程度上面, 中止细胞组织的癌变过程, 降低癌症细胞的发生率。 这道土豆丝, 研究发现了, 是土豆丝能够降低血肠癌的风险, 提取抗性淀粉, 是减少血肠癌风险有效方法。 抗性淀粉在小肠内不会被消化的, 仍以碳水化合物的形式, 进入到下一个消化道, 对其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最后, 祝愿大家朋友们有一个好的身体, 通过今天的事情, 您是否有学会了正确的挑水果呢?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非常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所帮助, 请帮我点赞贯注, 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变大养生知识, 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